物中恐怖生存,开局先拿下奖励箱 卧槽啥声音怎么还有狗叫,不管了还是先把基础物资带走 在这个整盒包里尽量一击带走生物,不然散植掉得非常快 想致富先砍树不用太多两块半就足够,时间肉眼可见流逝非常的快 我真服了一直有人狗叫,像我这种高丸不可能被吓到好吧 再来挖上几颗石头进化石器时代,小石斧,小石剑 丛林中的小黄花一定要全部带走 前期能够制作增加散植的小草帽,发育了两个小时半也是时候去找个避难所 我看这座山洞就挺不错,还有几块煤炭非常good 对了,最近很多小伙伴告诉我去钻石买模组 那我推荐你去看看视频左下角链接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世界皮肤和礼包 库存五千件每天更新,夜色逐渐来临还是建造一个大门 现在这样是不是安全感十足,不是这啥也没有啊 我看网上所说的山洋人黑母红衣女孩就是信了 你看我在这进进出出一点事也没有 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 还说这游戏是胆大的残... 卧槽吓老子一跳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山洋哥,我承认是我说话太嚣张了 所以我是主播能不能放我一马 趁他攻击后摇的间隙慢慢后退至房子里 现在就应该安全了许多 卧槽这又是个啥玩意 他喵的竟然把门都给我破坏了 现在理智是满职赶紧睡觉度过今晚 白天时间很短所以要赶紧发育 白天只有很小几率 不是他有病吧,怎么大白天还能遇到 这万分之一的几率竟被我碰到了 那我下矿收集矿物资源没问题吧 我就不信在矿洞也能碰面 不是这,只有一格的空间我就不信你能进来 卧槽开挂压得他穿墙进来了 真正的勇者都要勇于面对困难 不就是狗叫吗,根本不怕 不就是下雨天吗,根本不怕 不就是黑母吗,根本不怕 我直接原地叠高高去 哥,你看我这玩玩具的技术熟练了吗 不错,不愧我对你长达两年半的教导 什么声音 啥 怎么有人在哭,发生了神魔 小坤,走跟我去看看 这不是北大吗,他在干什么 让我偷偷靠近过去看看 小安啊,你这一走就没人是我的对手了 别人都说我们是卧龙凤厨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哎,我给你烧了你最爱的电脑 还有爱的盖奶,还有小玩具一个 这北大不知从哪来的消息 说我凉了 像我这暴脾气可以原谅你 还好带了武器这不送你去见阎王爷 安哥,你竟然 别废话,帮我保管一下武器 谁,谁偷袭我 小子,是不是你 不是我,是小坤 你看他还拿着武器 我看也是 没想到你小坤这么坏 你小子也跟我走 这事肯定也跟你脱不了关系 进去 不然我这合金键就对你不客气了 那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 放你出去 呵呵,等两年半吧 我先去看一会美女再说 这监狱做的正顶机 看看他在看什么 竟然这么入迷都没发现我 看我给你来一个菊花爆满身 只要我放上这个拉杆 那么他就会 我是不是下手太狠了 我还是先走了 这下肯定完蛋了 这地方风景不错 在这玩会电脑 没带 那玩会这个街机吧 那个 就是我非常好奇 我的坚毅陷阱 它是怎么出来的 小子 你完蛋了 悠喝 你终于来了 看我手里是什么 只要你再往前走一步 那么我就把玩具丢进鸡汤里 别别别 我错了 安哥哥 我这就走 算你识相 我还是先走了 不过走之前 依旧把玩具也给丢下去 带上我的街机去下一个地方 这是个一次性拉杆 小坤都怪我刚刚把武器给你了 你还好意思说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街机 你在这好好玩 嗯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能原谅你 最起码还要一顿哥哥会虾蛋 行 我答应你 我先躲起来了 这是女更衣间 北大已经不敢进来 咋还有人 他们在干什么 这么忘我 我过来了都没发现 这有我提前准备的机关 左面拉杆不要动 点右面的按钮 下来了 接着需要从狗洞游进去 这有个三选三 不过全都是陷阱 小坤 他小子去哪里了 我才不会告诉你 他去女卫生间了 好小子 他居然躲这么深 你要干嘛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臭小子惨叫吓我一跳 我还是去抓另一个小安傻蛋吧 居然敢这么坑我 必须给他一个教训 哈喽 美女 不理我 很好 等我把他小子找回来 再让你们享受 应该就是在这里了 哎 没反应 这拉杆明显有动过的痕迹 肯定是小子从这里逃跑了 怎么是僵尸 啊 怎么又变成鸡了 不好 听到鸡的声音了 赶紧走 来这下面 直接给他堵上 好了 我就先躲在这玩会游戏吧 肯定是这里了 果然 有一条通道 看他小子 这里往哪里跑 哎 这是啥 召唤美女一个 卧槽 那我要十个不过 啊 这我的世界真好玩 听说小安那小子 有一把祖传宝刀 谁 谁敢偷袭本帅哥 你他妈的 臭北大 你想干啥 我作业已经写完了 这次你没办法做我了吧 你的宝刀 在哪里 借我看看 优贺 没想到你竟然知道我有小徐坤爷爷留下的宝刀 这么亮 不会是假的吧 怎么可能 我让你见识见识 我猜不信你 就你这小垃圾 不堪一击 这下你相信了吧 北大 给你看看 对了 我刚刚宰的鸡是从你家菜的抓的 啥 你嘎的 是我家的坤坤 你妹 我好不容易养了两年半才变这么大 那既然这样 你小子就跟他们一起去吧 这肯定都是他的借口 而他的目的肯定是我的宝刀 好家伙 睡这么死 让他尝尝我的 我早在三十个月前就在他家里埋下了炸药 一阵飞灰烟灭 毛都不剩一根 这里有我一个酒吧 我先进去 对了 我可以先当服务生来骗一下北大 好了 现在趁他没来先玩会MC 有人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这有一家酒吧 进去看看 原来是酒吧 老板来一瓶上好的耗子韦汁 好的 您稍等 马上就好 耗子韦汁需要上等个奥驴剂以及昆尿 联制七七九十二天就可以变成耗子韦汁了 等我们联制好了耗子韦汁 那么就获得了一瓶耗子韦汁 说得好 下次不许说了 给你先生 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我试试 我先说好不好喝 我可不给钱啊 卧槽 这发生了什么 这难道是我的奥利给还有昆尿造成的 居然这么厉害 他连惨叫都没有一声就直接凉了 太惨了 差点忘了带电脑 不这不是电脑 这是我的小心肝 一个滑铲先从这狗洞出去 把脚下这玻璃全部挖了 他滑下来的时候请他喝鸡汤 我怀疑这个酒吧老板 是小安那小子装的 不然坑我干嘛 这有狗洞 他小子肯定从这装狗爬出去了 这外面应该没人 我也爬出去 应该没人看到 哎 这 不好意思哦 北大 我看到你装狗了 这还有我的陷阱 放心吧 他是抓不到我的 这门不要开 跟着我的脚步去这里面 在这角落等他一会给他惊喜 好了 可以放心完会电脑了 这臭小子原来在下面布置了鸡汤 这有门 还有铁哥 铁哥 我是自己人 这也没有人 他小子躲哪去了 哈哈 轮到我出场了 我现在获得了葫芦娃大娃的能力隐身 我偷偷过去给他个惊喜 难不成这小子藏在树上 千万别让我抓到 否则没10086本作业 解决不了问题 北大 SB 谁 谁骂我 这也没人啊 奇怪 卧槽 谁打我 不会遇到阿飘了吧 妈妈呀 我要回家 臭小子今天又没来上课 害得我这个月的奖金 没有了 看我这次怎么收拾他 按着这次让我玩电脑行不行 不行 小孩是不能玩电脑的 喂小 你没看新闻啊 小孩独自玩电脑误实了鼠标 那我跟你一起看美女可以吗 可以 但不要玩针线活我运针 你小子玩针线活 你咋来了北大 难道阿坤玩针线活影响到你了 别恶心我 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学校 我都怪小坤 他让我逃课的 胡说明明是你自己 小坤都告诉我真相了 这臭坤竟然出卖我 你说这是怎么解决吧 害得我奖金没了 那要不 我让你看看美女 你说啥 没黑丝 我可不看 快点打开 不然饶碌了你 你奶奶个腿还想看黑丝 吃奥利给去吧 你说啥 吃奥利给去吧 卧槽竟然爆了一地装备 竟然还有红石之类的看来是准备对付我的 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先跑了 这次必不可能被他抓到 带上我的电脑去密室躲一下 这里要跳过去不然就会死翘翘 这也有隐藏门出去再说 先躲在这一会听北大的惨叫 这臭蛋 我不就想看回美女吗 竟然敢暗算我 气死我了 躲哪去了 这次不写10086本作业 绝对不能饶恕 家里竟然私藏玩具最佳一等 必须写14514本 笨坑 不会躲马桶里 看来我的陷阱已经坑了他了 我接下来的陷阱在这棵树下 里面藏着我的一群大宝贝 就是没有好久放他们出来了 没错他们就是我的汪汪队 一会就靠你们了 这有狗洞 难道躲里面了 你这狗也不行啊 这么拉都不会咬人 汪汪队汪汪队打断你的狗腿 这次汪汪队又立大功了 什么声音这么吵 北大 他在干什么 好小子居然偷我家的树 更令人气愤的是周末的不好好休息影响我玩游戏 手里还有几个爆竹趁他不注意让他听个响 我都走到背后了 他居然还没发现真是大笼子 再见了兄弟再见 看你这次能不能安静一点了 回家继续玩游戏 不对 以北大的性格他肯定会报复我 我还是赶紧跑到密室里去吧 过来了 先在这玩会游戏等他 不用猜 肯定又是小安那小子干的好事 是不是作业写完了 又来找我的麻烦 楼下没人 去楼上看看 他居然这么闲 要不要给他布置10086本作业 他家的菜地 让你坑我 全给你薅了 等等 这是命令方块 哈哈 小子肯定从这逃跑 救命啊 隔着两米半远 我都听到了北大的惨叫 这次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了 这也由我的密室先下去 这看似是两个选择 其实是零个选择 因为这全部都是假的 这边门后应该安全 趁他没来先玩会游戏 刚刚居然飞到了天上 他小子 哎 这箱子 怎么没有合在一起 这个箱子不对劲 打开 果然是传送箱子 终于被我找到了吧 这边还有条狗洞 真是天助我也 两条通道 我该选那一个 好纠结 算了 那就一个一 他怎么自己亮了 发生了什么事 听到爆炸声了 看来他已经被坑了 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继续往前走 这是一个简单 有脚就行的跑酷 那我再来试试这一条路 肯定有个 怎么是苦力怕 就这 原来是放屁的苦力怕 就这吓唬小孩子还行 对我根本起不了作用 去门后看看他小子 在不在里面 有个告示牌 去看看写的什么 这次我真的生气了 完蛋了 北大追来了 不要走跑酷 这条路这是假的 我还有一瓶冰红茶 喝了去岩浆里面 这下面才是真正的通道 至于北大这么笨 还是让他留在上面喝鸡汤吧 这个前面的坑 也不要去也是陷阱 头上有个命令方块 点下我就回到了家门口 好了回家玩我的世界去了 这里有他小子的电脑 肯定被我吓得屁滚尿流了 肯定就在前面 这 有脚就行的跑酷 不知道 我在幼儿跑酷 获得 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小子在这岩浆里面 还好 我带了冰红茶 要不然 还拿他小子没办法 没有 不会吧 下来了 被我猜到了吧 我果然是大聪明 前面还有一条通道 他应该跑到这下面了 真是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Kitty猫啊 诶 不对 北大我们来玩打雪仗吧 为了不让别人说我欺负老年人 我先让你三足雪球 我用雪球 你用什么 我啊 我随便就好了 我随便就行了 看你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点着按钮先跑 在这脚下再给他放桶岩浆 必须再给北大一个教训 要不然他不会长激性的 这就是上课一直点我名的代价 前面有个密室不过是陷阱 这旁边有个土堆一会听北大的惨叫 好了趁他没来先在这玩会游戏吧 我去 这傻玩意 这速度比老王家的老母猪还能下 刚刚就被这个玩意吭惨了 把里面的子弹全部带上 这次我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这有个命令方块 肯定是传送的 这里怎么会有岩浆 肯定又是奥安娜小子 我不就是在课堂上面 说了他几句不好听的 北大过去了这次有好 隔站2.5迷远都听到了北大的狗叫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我先跑了 这是我在并熙熙9块9买的飞船 后面的箱子不能打开 打开就会爆炸 而恰好里面就是一堆北大最爱的钻石 这上面有个沙发利用小走位直接上来 在这可以一边玩我的世界 等下还能看一出好戏 这里有台电脑 小子肯定被我吓得屁滚尿流了 左则 怎么可能连他最爱的电脑都忘了带 这有按钮 按下应该就能直接追上他 过来了 咦 我这是在哪 咦 前面还有箱子 先检查一下周围有没有陷阱 以这小子以往的做法肯定不安好心 哎 安全的 这箱子应该是小子的藏宝箱 哈哈 这次便宜我了吧 我去竟然是钻石全部都是我的了 哈哈 北大S也没想到底下会有20亿吨TNT吧 拉下前面这拉杆就出来了 这是一个选择题 放心两面全部都是假的 我先来这下面等他 这次我决定不再躲了 我要像个爷们一样去战斗 而这箱子里有我早已准备好的装备 一整套的下界合金 没错 这也是我在并熙熙9.9买的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这玩游戏等北搭过来 这小子居然这么阴 看着我被炸飞 这次必须给他布置10086本作业 就算你给我找10个美女 我也会原谅你的 他应该就从这里逃跑了 选择题 2.114514的二次方式 让我看看答案 2.385418和3.1415926 肯定是这用面的 用面是假的 那左面肯定是真的了 估计这小子自己都不知道答案 这里的方块不一样 难道在这下面 你这臭小子 被我找到了吧 快说 为什么要坑我 不然 我这钻石斧 就对你不客气了 谁让你上课一直针对我 不坑你坑谁 优贺 还敢打我 真是 看你上课 还敢不敢针对我了 北大两天半都没找我的麻烦了 原来在玩电脑 还笑得这么开心 我手上的是在拼西西9块9买的武器 威力真大 买得太值了 必须五星好评 再往他这门口放上两个压力板 只要一开门就能启动20亿吨TNT 到时候保证北大连坑毛都不剩一根 他出来了 接下来马上有一出好戏 3 2 1 拜拜了您嘞 这也太惨了 还好没炸到9块9的电脑 你没猜错 也是并兮兮买的 接下来危险了 先躲到密室里 这里堵上先过去 然后再挖掉 然后我踩到这个压力板上面 只要我离开0.25米以后 他就会被拉到鸡汤里面 一会就看他懂事不懂事 至于他现在还没来 我的世界启动 到底是谁在打扰我看美女 一出门还被炸了 气死我了 前方有个电脑 不对劲 这不对劲 看到这个电脑 我就明白了一切 这肯定是阿安娜小子 为什么要坑我 我惹你了吗 没有为什么 单纯我看你太欠揍了 你完蛋了 这是他自己把我打走了 然后陷阱激活 我觉得这应该不关我的事吧 我明明在好好的玩电脑 都怪他给了我一下 这是我的基研监狱 近来就非常难出去 我只要把这个命令方块给堵上 老王只要你看好这里 那么这个下界合金稿就是你的 好的没问题 这才是好兄弟 以后你的困难我一定帮 这怎么是个抽拉门 臭小子也太阴了 拉杆 这次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小子快放我出去 要不然可不是一百本作业 你在狗叫什么 你是看不清现在的局势吗 只要我跟老王不放你出去 你就算 王哥求你放我出去 哎 这北大没有一点底线 像他这种人物在电视剧里都活不过两集半 纯纯就是打酱油的存在 好了到家了 我先回家玩会游戏再说吧 王哥求你 我给你最爱的昆毛 什么狗把昆毛 狗都不要你爹闹醒我 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 等我出去你完蛋了 不放我出去是吧 我自己来 这老逼登 不牛了吧 这合金稿就用来对付小子 不好听到老师的声音了 快跑 我先躲到这后面 还好家里面早已准备了鸡汤 诶奇怪 怎么没有人 这有个火板门 根据我被坑30个月的经验来算 下面肯定是密室 过来 鸡汤一定很好喝 它都叫这么大声了 这有一条路 我先搭到上面去 只用了两秒半 这铁门不能开是陷阱 拿着这个隐形方块慢慢电过去 等下北大过来肯定能再坑他一次 好了趁他没来继续在这玩会我的世界 没想到这话需要跳一下才能过去 这还有小子的电脑 他这次肯定没地方跑了 应该就在这上面 先上去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 我看你这次怎么跑 别说废话 你先进来再说 行 等我进去 你别求着我叫爸爸 你这次不装了吧 让你飞天 我又来了 我又来了 如果你再能坑到我 我直接倒里吃三斤 北大你先闭咽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我可不要100个美女 就算你给我 还美女 你去吃你的奥利给去吧 这是我给北大准备的小玩具 我想他一定会喜欢的 前面是老王的电脑店 电脑昨天被砸了 今天刚好来买一台 嘿老王 你这里的电脑怎么卖的 散足绿宝石一组电脑不还价 我去你这电脑并稀稀进的货吧 这么便宜 给你绿宝石我来一组 对了一会北大来了 能不能告诉他我不在这 放简好了 我一定搜口入瓶 拜托你了 我去楼上玩会游戏 老王这上面装修的挺好啊 好就好在跟没装修一样 这一看就是欧安小子干的好事 知道我喜欢还不送我家去 不好听到北大声音了 要是让他知道刚刚的玩具 是从他家偷的我就完蛋了 把这脚下的玻璃挖了一会 他过来就会掉虚空里 也不知道老王会不会出卖我 算了不管他了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现在趁他没来 我先躲后面玩会游戏吧 老王 你到底看到奥安小子没 没有 绝对没有 给你一次重足语言的机会 没有 绝对 看来你们关系还挺不错 老王的绿宝石 现在全部都是我的了 去看看他小子 到底在不在楼上 怎么只有电脑 不对劲 这还有火板门 我知道了 肯定从这跑了 刚刚一个狗影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听这声音肯定是了 没想到他这么笨 我直接笑他两空年好吧 这柄细细买的电脑就是不行 玩我的世界都卡 这旁边还有我的密室先进去 直接走直接会掉 这上面有隐形方块 必须跳过去才可以 稍微有一个不慎就会直接喝鸡汤去世 小子的电脑还在这 肯定被我刚刚的英勇深姿吓到了 找找附近有没有密室 肯定没跑远 诶 狗洞 被我发现了吧 小子 看我这次怎么抄你 没过不去 原来是隐形方块 给你一个投降的机会 臭小子 你先进来再说吧老师 你进来我就投降 你别急啊等我说完话的 这次他应该知道心急吃不了热奥利给了 这看似是一个拉杆 其实这木板后面也有个命令方块 真正的通道是在泥土后面 这箱子里有车但是不能坐 因为这条道路的尽头是通往鸡汤的 一个稍微不留意就会掉到里面 这还有我的飞机 一会北大来了我就直接飞走 有命令方块 不对 旁边方块不对劲 果然藏在这 前面的这个肯定是假的 就是不知道小子怎么把这方块堵上的 这旁边也是密室 这小子也太阴了 肯定在这开车逃跑了 你完蛋了 小子还有什么一言快说 说你奶奶个腿我先跑了 别发呆快写作业 我在想怎么扛你 你说什么 啊不我在想给你介绍个美女 那还不把联系方式给我 你别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奥利给 快说不然大狗巴塞你嘴里了 给你给你 我可对你不感兴趣 她就住在我家隔壁的医院里 她叫蔡土生 好了你快去吧 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吃喜糖 不错如果 如果这100864相亲成功 你就是投工 她终于走了 这数学作业我才不写 看得我头疼 我的电脑被她封锁起来了 我要拿出偷偷玩 一组再拼兮兮9块9买的 这下完全不缺电脑完了 这旁边的门不能去 门后是陷阱 我先来三楼等她 在这趁她没来先玩会游戏解解压 就是这了 美女美女我来了 蔡土生美女你好 请问一下蔡土生女士在哪 我就是啊 你叫人家干嘛 对不起我找错人了 压得被小子坑了 蔡土生声音这么好听 怎么长这么丑 必须给她加10086本 她小子怎么不见了 封锁的箱子也被打开了 我知道了 她小子肯定把我引开 偷偷玩游戏去了 还骗我给我介绍美女 绝对不可饶恕 卧槽小苦瓜 我就知道 还好我反应敏捷 要不然 还真的被这小子给坑了 还有一把拔刀剑 我得了 一会就用她来对付小子 小子 你竟然敢骗我 你完蛋了 吓我一跳还好 我的手速已经练习了两年半 从这后面的梯子爬上去 可不能被她抓到了 这里也有我给她准备的大宝贝 我躲这上面继续玩会游戏 小子居然敢坑我 这次说神脉也解释不清了 她应该就在这上面 快下来 我让揍你 你当我傻啊 老师 给你个大宝贝 北大还试图反抗 反抗这是无效的 这前面有我的密室入口 需要一个高空掉落直接飞进去 过来了 这边的路不要去 全部都是陷阱 这下面还有换魔者 一会北大就会被他们揍 我来这边的小黑子门后 我来这边玩电脑等她 下来了 小子接受制裁吧 喂 怎么没人 一群小卡了咪 给你们最爱吃的煤炭和骨头 一会别找我的麻烦 这还有钻石 应该是她小子望在这的 钻石后面居然有陷阱 害得我把装备都丢了 小子你坑得我好惨啊 你说这是怎么解决 你过来我给你补偿 什么补偿 我不要美女 哈哈又被我坑了 你在下面吃灰吧 老师求你了放我出去行不行 你在想屁吃 逃课两天半还想我放你出去 主要是游戏太好玩了 我忘了时间 总之是不可能放你出去的 既然你逃课两天半 我就关你两天半 老师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了 这大笨蛋走之前竟然不搜我的身 用监控看看他在干嘛 嘿嘿 小帅哥 哥来了 这北大太恶心了 居然是gay 看来我以后得离他远一点 从这挖出去 竟然敢囚禁我 如果他刚刚放我出去 我肯定不会找他的麻烦了 但是他没有 所以这可不能怪我咯 隔屁了吧 让你嚣张 哎 刚刚的是假人 哦 那没事了 原来是我搞错了 我还是先跑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直接去他家二楼 这里在我三十个月前我就布置了陷阱 拿出我在并兮兮九块九买的电脑 这电脑便宜是便宜就是不太实用 我的娃娃 是谁干的好事 不会又是小子吧 有电脑 肯定是他 这绿色的布上面肯定是陷阱 我走小路过去 看你这次怎么坑我 我真聪明 好久不见小子 你这次坑不了我吧 你从哪过来的 还有小路 我的家 我能不知道吗 这是老王找我女朋友的必经之路 你旁边的这个拉杆 老师这可不能怪我吧 你自己拉的拉杆 谁告诉你我这个陷阱只有一面了 活该被坑 从这隐藏门出来爬梯子上去 诶 谁把我的梯子偷走了 上来了 在跟北大头上一样的颜色方块上面放个压力板 他菜上就会从天而降一个小苦瓜 我从这边的梯子爬上来 就在这找个地方玩游戏 顺便一会看北大怎么被坑的 这陷阱居然是双面的 可恶 这后面有隐藏门 赶紧追 这次绝对不可能 饶恕他小子 我马上通知老清华 让他给小子准备一 老师被炸飞了 昆毛都不剩下一根 电脑砸了不能留给北大 一个小旋转跳过来 这里还有我的万箭齐发 一会北大来了 我直接把他设成马蜂窝 玩会游戏 把压力板拆了 这小子太可恶了 跟老母猪下载一样 一套一套的 他应该就在这上面 你鬼鬼祟祟干什么 想偷袭我 本想给你致命一击的 被发现了 那我也就不隐藏了 给我暴击去 还好我的手速已经练习两年半 差点就被打到了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跟我作对 三杀四杀五杀我 老师 你怎么来了 玩游戏这么开心 为什么不交作业 这些作业 我为你带回来了 赶紧写 作业 还有作业 老师我给你表演一个我练习两年半的舞蹈 如果好看我就不写了怎么样 飞来帮我的财势困 我们爱哼的是要 历历在目的球场 眼泪 卧槽老师一看你就不是伊肯 竟然拿武器准备揍我了 还好我先下手围墙 给他了一个下马威 不过这下也麻烦了 把作业带走赶紧去躲起来 我可不写 我大聪明什么时候写过作业 先来书房玩一会游戏 真是给他脸了 我不过手滑拿出了铁锹 他就把我嘎了 气死我了 小子 我宣布你的死刑到了 下去吧你 还想揍我 我错了安哥 放我出去 只要你能喝完这桶鸡汤 我就放你出去 好 一言为定 不是 你还真信啊 老师我骗你的 这大聪明老师没想到真信了 喝鸡汤是要付出代价的 楼上还有我的陷阱 他如果还要追来 我保证让他笑着进来爬着出去 刚刚的昆门不要进 我先去五楼躲一下 楼上还有我的陷阱 这个发射器对准了进口 等下就把老师射成马蜂窝 敢骗我喝鸡汤 报案小子 你完了 昆门 和普通门 不对劲 我觉得这个昆门 怎么关灯了 发生了 我第一个妈怎么是凋零 把我吓得连武器都忘了拿 这小子真是太阴险了 更可恶的是 这房间居然什么都没有 哎 还有 这房间是啥 一箱子的玩具 我去 一箱子的玩具 都是我的了 这肯定是小子给我的补偿 真是太谢谢他了 听到北大声音了 先把机关打开 他走路不看路肯定会被坑了 真是个大聪明挨打了海往上跑 从这旁边的拉杆出去 哎 怎么来到了北大家 难道我的命令方块出现了错误 我的密室就在北大家的下面 也不知道是谁弄的搞错了 就是这里了 这箱子里有屏障 把入口给堵上 这样北大能看到我却做不到我的样子 真是太搞笑了 这 怎么来到了我家 还好家里的东西都没少 要不然 我绕不了他小子 回来 刚好把从小子家拿的玩具放进去 这一趟 挨打了 但是不亏 收获了这么多玩具 他一定就躲在我家的附近 我打我 打我打 哎 怎么进不去 你小子开了什么挂 我怎么接近不了你 快出来挨打 等等北大 那我送你个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不是美女 我可不要 当然是你最爱的小苦瓜美女 小苦瓜是谁 我认识这个人吗 哈喽 哈哈哈哈哈哈